七個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的話我用了三個函數 都跟 count 有關的 count 是範圍裡面是數字的 會告訴你 count a 是有資料的就告訴你 count blank 就是這個範圍裡面 有幾個是沒有資料的 也會告訴你 好 再來的話 count if 所以這邊有四個函數 請你告訴我 營業額超過五萬的有幾個 很簡單嗎 這個跟 some if 很像 差別是沒有加種 按確定 有沒有 少一個條件 range 哪個range 很簡單 直覺的 所以 count if 比 some if 還簡單一些 就是比較不會做錯 條件大於五萬 好 按確定 三個 這個範圍五萬 一個 兩個 三個沒錯 好 那有這些觀念之後的話 請各位等一下開啟那個 那個練習題是這個 就是 熱透彩 我希望 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101年 這個從網路上撈下來的資料 102年 很快的幫我用兩個函數 count if 跟 count 算機率 用 rank 或者 rank eq 算排名 最後把前七個 機率最高的 用不一樣顏色幫我 標起來 比如說 黃底 紅字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畫面先畫 第一個 建議這個範圍 先選起來 Ctrl 需不向下 給他一個名稱 因為你將來要再選取 我覺得容易選錯 我習慣上是先把這個 這個範圍給他一個名稱 那重新定義一個名稱 有幾個方法 你可以從公式裡面的定義名稱 直接從這邊 開獎91 按確定 這個叫開獎91 這個範圍 以後就叫開獎91 那或者是說 你直接從這邊按開獎91 輸入也可以 那102年也是一樣 這個範圍 Ctrl 需不向下 這個範圍叫開獎92 其實你說從 資料裡面的定義 跟從這邊 其實都一樣 按哪一個塊 後來發現這邊比較快一點點 可是這邊好像要自己打字 這邊按定義的話 他會自己幫你加一些東西 哪個塊 有時候看個人 反正 這邊的話就叫開獎90 應該是開獎102才對 年度 這邊改一下 這邊開獎101 101年 102年 那也就以後 用F3 可以抓到這個範圍 那我們怎麼統計呢 第一個 插入函數裡面 用統計 最近使用過的 conif range在哪裡 F3 開獎101年 條件呢 就是1號 出現幾次 17次 那怎麼算同 那怎麼去算幾率呢 就是在除以多少 除以那個範圍裡面 總共的數字嘛 那那個範圍怎麼算數字 剛剛不是有 用什麼 用conse不就好了 conse然後呢 開獎101 請你去幫我算算看 那個開獎101 那個範圍裡面 總共有幾個數字 那實際上就開出幾個號碼 反正7個 乘上99 應該就 693吧 按打勾 機率就算出來了 也就是這個1號出現的是 大概百分之 2.45吧 那你當然你可以再自己再轉一下格式 比如說你可以把它轉成百分比之類的 把它轉成格式裡面的話 看你習慣用什麼百分比之類的 然後取得小數點的第二位 百分之這樣 OK 好 那另外的話呢 102年怎麼算 其實很簡單嘛 Ctrl C 然後呢 這邊 Ctrl V 用那個 名稱的話好處就是 有沒有 以後的話 102 101 全部都改一下就好了 Enter一下 算完了 這個格式 用常用裡面的 把這個複製一下 過來一下